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号大叔为您带来的DOTA2比赛直播解说 那么现在也是终于来到了这个总决赛 2019年神军联赛Mainer比赛的总决赛 ehome对战NIPBO5的第一场比赛 来看看ehome是不是能够继续创造奇迹 拿下从这个败者组上演神迹 那么第一场比赛的BP方面呢 那么ehome这边一上来是先抢了一个电棍 那一手直接抢电棍 那么第二手是拿了一个拉比克 看到对方的女王加上小Y以后果断的是补了一手拉比克 NIP这场比赛呢也是非常的果断 看到对方一手拿电棍直接就掏出来了一个女王 双方这个BO5不出意外的话 小黑应该都是见不到了 不出意外的话小黑应该都见不到了 因为小黑这个英雄在双方的比赛过程当中 表现都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谁都不愿意去放这个点 那么这个英雄最终的结果就一定是登不了场 两边谁也看不见他了 基本上就会变成一个 看看这样比赛 双方的一个实战情况会打成什么样吧 那么在扳掉了前三手里面 扳掉了谜团小黑黑弦以后 拿出了电棍和拉比克 然后第四手扳掉的是一个小拿加 而NIP这边则是扳掉了猴子 因为这个很简单 目前猴子和小拿加这两个英雄如果拿出来的话 你缺少AOE的话并不是很好打 如果想要去用AOE来处理这些幻象系英雄的话 比较好的选择有两个 一个是小黑 另外一个就是死问 这两个英雄相比的话 从两支队伍近期的比赛情况来看的话 都是小黑要优先于死问 而且死问这个点的优先级非常非常的低 虽然两支队伍 AOE和这个妖精用小黑用 用这个死问用的都不错 但是由于这个英雄本身的一些缺点 导致很多人不爱用它 所以大家都不愿意去处理这种幻象和分身系的英雄 那么以后我们也是非常机智地扳掉了小拿加以后 扳掉了一个米波 NIP则是在扳掉猴子以后 选择扳掉了430最近天天在打的这个TA AOE的水仁是先抢出来了 抢出来水仁没有猴子 那么这场比赛是不是可以考虑去给拿一个美杜莎来打呢 可以在第四手补一个美杜莎 然后在最后一手的位置上去补一个VS 这样的话一个一号位的电棍中单的美杜莎 三号为末日 四号为拉比克 五号为VS的阵容就成型了 可以考虑这样去做 感谢王大佬的打赏 非常感谢 看看一号我们在第四手拿人吧 目前来看 这个双方在班人方面都是针对对方最近打的最好的几个英雄来处理 先拿了一手天涯末克 用天涯末克来配合末日进行一个复魂双大的一个操作 算是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但问题在于末日这个英雄这场比赛需要针对掉的点稍微有点多 一号目前这个阵容有点缺控 而对方的霍乱之源加小Y两个长时间的持续性的点控一个无视魔免的一个是前期线上就可以拥有一个非常不错控制效果的点 他们现在急需要有一个廉价的控制能够去打断对方的这种点控 否则的话很难去处理对方 复魂双大这个东西虽然说是可以依靠复魂加上这个 幻影之庸进行一个双沉默加双大 但是这个东西属于是一个完美团的操作 而完美团的 完美团的这种打法思路 是需要除了自己打的好以外 对手也要配合才行 所以这场比赛ehome后剩余的这几个位置怎么去拿 剩余的一个位置怎么拿人 我现在觉得有点问题 NIP选择搬掉了巨魔的意思 就是说我放给你美团杀 因为我现在这个阵容控制很足 控制很足的情况下 大家谁如果选择的是爆发比较高 大家女王的一个高爆发 可以很快的把你美团杀的蓝量打掉 不是很怕你 最后一手的班人 其实ehome现在这一手天安莫克 我觉得拿的 他如果没有拿拉比克的话 直接拿天安莫克加上摸日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他已经有了一手拉比克再加上一个天安莫克 他现在这个阵容前期的 前期的劣势几乎不可逆转 只剩最后一手英雄的情况下 首先对方一定会用女王尽可能去找你电棍兑现 这样电棍拿不到优势 末日不管是打水人 还是打对方可能接下来拿的一个英雄的话 只要对方这个搭配的是一个小歪和后乱追缘这种英雄 都很难去拿到优势 拿了一个骷髅王 算是一个廉价控加上一个肉盒充脸 这样比赛ehome变成了一个三肉盒充脸 然后加复魂双大双锤 这样的一个阵容体系 算是有些想法吧 整体的硬度比对方这个阵容硬度高了不少 拉比克偷转属性可以永久把敏捷转成力量吗 可以 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刚才有观众弹幕说这个用拉比克拥有去白嫖血量 我NIP里边最后一手拿出了个玉母蜘蛛 这个玉母蜘蛛应该是3-3的 3-3的绝活玉母蜘蛛 然后再加上一个ace的水人 发他的女王 pb的霍兰之源和萨克萨的一个四号位小歪 这样比3-3这个阵容还是打的相当的坏啊 这样他也就不在于用谁去跟你的用跟你的这个电关对线了 因为我不管用谁去跟你对线都可以都可以跟你打 嗯 仔细分析一下双方这场比赛的阵容的话 英雄目前不是很好去处理这个玉母蜘蛛 能够去对玉母蜘蛛有一定压制力的应该就是天雅默克 天雅默克的这个命运之笔算是一个解决方案 但是整体来说这场比赛对于 英雄而言压力还是比较大 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对英雄来说 从阵容上来看压力还是蛮大的 感谢苍叶苍叶大佬打赏 非常感谢 开局从这个双方的一个前期装备来看的话 应该是一个电棍对玉母蜘蛛 电棍对玉母蜘蛛的话 电棍这个英雄不好打 这场比赛电棍可以考虑主加这个直接主加三技能了 完全 他这场比赛可以考虑只加一级的电 一级的这个经典连接 然后一三对点一三对点打招可以不用着急加 这样的话在中路应该勉强能站得住 另外就是打玉母蜘蛛这个英雄 即便就是远程英雄前期也可以考虑双圆盾 大家不用觉得远程英雄双圆盾不厉害 因为双圆盾 圆盾这个道具远程英雄拿在手里的话 虽然不能够去抵挡对方一代小蜘蛛的攻击力 但是可以完美的顶掉对方二代小蜘蛛的伤害 然后主三技能再有这个二级以上三技能的情况下 对方的这个小蜘蛛配合双圆盾再加上一级的等力资场 这个小蜘蛛是没有办法对电棍进行一个击杀的 而电棍可以依靠自己在中路的这个发育 以及一定数量的对于对方这个二代小蜘蛛的击杀 可以快速的积累自己的经济 在这样的情况下电棍尽早的去拿出了一个阿托斯 可以跟自己的队友去配合 对对方的玉母蜘蛛进行一个击杀 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 但是目前来看430并没有想要去出双圆盾的一个打算 感谢刘泽涛打了打赏 大叔买的 电棍出呼二好吧 电棍出呼二没有太大的价值这样的比赛 因为他的主要任务是要去解决这个玉母蜘蛛 解决玉母蜘蛛的话 血量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格挡是最完美最完美的属性 430这里刚上了 一级删抽一波攻击力 抽一波攻击力的话 反正一级打玉母蜘蛛 基本上是个英雄就能去欺负一下这个玉母蜘蛛 随随便便都可以欺负一下 但是一般来说一级你欺负玉母蜘蛛的话 也就是在补刀上面稍微占一点便宜 打玉母蜘蛛的核心在于 如果你想创建优势的话 第一波兵你至少要有1到2个反补 让对方第一波兵线升不到二级 然后利用自己二级打一级 再去欺负一下这个玉母蜘蛛 如果能够积累出来足够多的经验优势的话 就好打一些 但是这场比赛一开局是3-3反而先到了二级 那就难打了 上路这里天阿莫克加库罗王两个人 一上来是欺负了一下对方的女王 把女王直接打成了一个死选 那么这样的话女王应该要可立刻大药了 不过好像女王没有打药 女王没有打药 女王是一身的吃素 这样的话应该是要运一个大药过去 中路的玉母蜘蛛对于使用鸡的需求不是特别的高 下路PVD的一个霍兰支援去保水仁 水仁这里面对的是巴老温辛勤的一个拉比克 从消耗的情况来看的话 目前巴老的这个末日 因为前面运气还是 没有 前面还没有去吃这个野怪 目前还没有去吃野怪 所以现在看不出来他的运气好不好 我感觉刚才也是有点奇怪 为什么一直看不到他这个身上有什么野怪的效果 也是一直留着这个吃的技能没有用 还是在等着一个合适的野怪 只不过现在离自己比较近的地方 是被对方的这个 把野怪给封了一下 应该是人肉封了一波大野 不出意外的话 因为看小地图上的这个眼卫 是没有封野的眼卫的 PVD这一波是被对方两个人一波 和激活打掉了自己90%左右的一个血量 不还好没有死 1号目前在战线7 中路目前电柜是9-3都不到 用指数是8-0 感谢GoChamp大佬的飞机 非常感谢 摸摸哒摸哒 非常感谢 刚来大叔好 没想到ehome决赛了 ehome这个状态确实打得不错 妖精的扑王将比赛的装备 选择走的是一个香味鞋 然后补大魔伴 中路的补刀和这个加点方面 这里电棍果然是二级的被动 然后一级抽弓一级的等离子场 这个加点方式就是 完全为了去欺负你的小蜘蛛 这样3-3应该是会放弃掉 在中路击杀对方电棍的一个想法 完全杀不了了 完全杀不了的话 3-3就可以去安心的现野双收 那么对于ehome来说 这个时候比较丧心命狂的一种做法 是选择用真眼去封掉对方的 距离中路比较近的这几波野怪 封掉中路对方一塔 左上方的远古野 右下方的两波野怪 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限制 这个欺负蜘蛛的一个发育速度 那么这样的话 欺负蜘蛛有可能会被逼到边路 或者是让自己的队友过来去 给他不停的去排演 但是即便就是他的队友过来排演的话 大家无非也就是双方的酱油 去拿这个真眼的护怼 你一个真眼 我一个真眼 你一个真眼 我一个真眼 大家就护怼 护怼的结果就是变成 中路的欺负蜘蛛的发育节奏 会严重受阻 那么这样的话 中路的电棍就可以保证一个无解肥的发育节奏 那么用自己酱油的钱 去换达哥的钱 这样的话还是比较赚的 但是目前来看 ehome似乎还没有这个打算 他们并没有想着去压制对方 用蜘蛛的这个打拳节奏 没有这么丧心病狂的去操作 刚刚这个上路 这里有机会拿一血 萨克萨这里应该是想送野 没有成功 漂亮 这样的话 妖精骷髅王拿到一血 现在前期的对线 一号米精是拿到1000加的一个经济优势 孕母之中目前的补刀数虽然是全场第一有32个 但是他的这个补刀质量非常低 很多都是野怪 所以不会有很大的经济优势 那么边路方面来看 一号米现在下路八岛的这个末日 也是有25个正部 而且他可以配合吃兵 经济上应该说是不错 5分钟的神服方面呢 这里NIP这不是抢神服抢的还是不错的 抢了三服 一号米这边只有心情空到了一个 这还是没有人过来去封这个玉母之珠的野 没有人封这个野怪的话 玉母之珠的经济还是会发育的很快的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想一下 就是如果一号米选择在游戏这个阶段去拿两颗真眼 或者三颗真眼去封一下对方这个玉母之珠的野怪的话 那么他这个三颗真眼的300块钱 至少会干扰对方玉母之珠 让玉母之珠到现在来看至少可以少400块钱左右 应该是可以少300到400甚至更多的这个经济 因为两拨经济两拨中野的经济有200多块钱 如果是一拨中野一拨大野的话是可以达到200大几 虽然不到300但是也接近这个位置 过来集火找这个电棍 这个电棍没了 你看这一拨为什么会死 就是因为没有圆盾 这拨如果这个电棍身上是带着圆盾的话 哪怕就是没有双膝带 它是双圆盾 用一个膝带的钱换出两个圆盾来 这一拨对方是不可能杀得掉他的 伤害完全不够 这里三三又是杀了一拨心情 感觉430在面对对方这个电棍 对面对对方蕴蜘蛛的时候 没有选择足够好的一个应对措施 虽然技能加点没问题 这里外队又是被蕴蜘蛛过来收了一下 完成了一拨三杀 这经济就甩开了 哎呦430这个回来的位置 这里给上一个河阶再吐一口 然后呢过来给上女王再给上一个blink 一个吼还差一下 女王就拿到这个人头 看看这个圣坛这个时候应该是不能冲 圣坛这个时候应该不能冲 哎这个不应该啊 讲道理不应该啊 以后我们这边 这里垂中 好在是抓住了一个小歪 抓住一个小歪算是找回一点场子 但是团队经济已经是被IP反超了1000加 大家不要觉得 就是说远程英雄带双元盾 打羽毛蜘蛛很蠢 大家只要试一下 你就知道这个有多好用了 在拿双元盾的情况下 就算是火枪都可以跟羽毛蜘蛛对线 就是火枪只要去主流线弹 然后在自己的这个 就对方羽毛蜘蛛想杀自己的时候 在脚底铺一个流线弹 羽毛蜘蛛是打不死这个火枪的 很有可能还会被这个火枪 利用流线弹清掉大量的小蜘蛛 然后给对方很多钱 这里提前开启转属性以后 这波对A4的击杀也是没有能够成功 A4在顺带二补到一个刀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去试一下 就是用双元盾去拿发远程英雄 去对这个羽毛蜘蛛 可以试一下 很好用 当然这里又是下路两个人 过来吹一波对方的这个水 水这块选择是变身 变成了末日 变成末日以后呢 开了个焦土 然后呢拿焦土跟对方对着烫 中路这块430现在身上的装备没有选择去 仍然不准备去带元盾 还是带了一个先加了一点护甲 羽毛蜘蛛是不怕你护甲高的 羽毛蜘蛛的你护甲去打羽毛蜘蛛很不划算 蜘蛛这波打完了以后 身上的装备来到了4200 那么女王这边装备也是在正常的更新 三号位这场比赛的羽毛蜘蛛 实际上是变成了一个中单 然后让发达去打一个三号位的女王 水人还是保持一个自己的一号位 只不过这场比赛他成为了一个抗压点 现在电棍的经济已经是掉到了六个大哥的末尾 比这个发抖的末日还要穷一些 想问这里举件水人 水人这个转属性开的稍微有点晚 吃了很多的伤害 这里波浪形态往回走 接着开始转属性溜 身上还有石膏魔伴 给一个力量的变体攻击 打一下妖精 自己的队友霍兰之缘来的有点晚 这块石膏魔伴吃上的还是要死 属性已经转空了 所有的敏捷都已经转成了力量 没有可以转的了 那么这波被打死也是没办法 但是上路电棍和女王两个人 是击杀到了外队的一个天阿默克 中路的羽毛蜘蛛又是过来欺负一下430 还差一轮合击和一口 没有复化蜘蛛吗 已经吐过了吗 这波是完成了一波单杀 430为什么不买圆盾啊 真的这个圆盾这个事 说实话430如果有俩圆盾的话 这就不是羽毛蜘蛛追着电棍打了 是电棍追着羽毛蜘蛛打了 就是你过来跟我对拼的话 我一点都不虚的 你过来跟我对拼 我就是先拿被动烫 然后没事点点一点你的小蜘蛛 点一点你的一代小蜘蛛 随便点两下 然后呢给一个等一资场 一大群的一代小蜘蛛全清了 你看看这个PPT PPT这个位置还在一架 漂亮 这时候三个人过来杀掉了PPT 不过不是很赚 讲道理不是很赚 输给NIP估计可以切副了 我这个直播间不太不太希望有这么激进的言论 好吧咱们还是注意保护这个为数不多的这个比较清静的直播间 我们之中目前的经济还是保持的相当不错 11分钟6000块 咱们不用封啊 不用封就是咱们直播间咱们第一次就是先劝诫一下啊 尽量不要出现这个这么激进的这个这个言论 不太好 不要咱们也不要这个矫枉过正一上来就给封什么 这个也也确实有点太太狠了 现在随时的经济保持在六个大哥的末尾非常的稳定 自己在前期的日子过的确实也是没人跌不疼 娘不爱的 利弗拉克算不算激进你你利弗拉克不算激进你反正利弗拉克这最最最最最后就是女装女装谢罪呗我我群里都多少个人留着哈拉都等着呢 你利弗拉克不要紧 水儿的经济现在很难追回来 因为大量的经济都被这个玉母蜘蛛和女王两个人占掉了 女 水儿这个英雄也不是很适合前期跟队友这个酱油跑出去去喝汤 他还是需要去利用自己的这个高属性去刷 而且他身上的装备是三系带加上一个吸血面具 这也是证明了他已经是一心就是要把自己刷肥的这个打算了 水儿在带吸血面具这个道具 很多水儿大家可能很奇怪为什么他这么喜欢带这个吸血面具 因为我们之后这个地方并没有选择把身上的幻影之龙尽早咬掉 还是选择先逃出足够远的一个距离 斯安灵这波被单杀了以后我们前经济是4800块 落后对方落后对方的女王 两边各有一个比较惨的点 这里想锤没有锤没有来得及 看看这波水人能不能找到机会去占一点便宜 这里骷髅王上来是先配合自己的队友 击杀到了PPD 但是玉米蜘蛛赶到了战场 这个时候的玉米蜘蛛战斗力其实一般 玉米蜘蛛在这个阶段战斗力很一般的 电棍现在身上是两个王冠 两个王冠 哦呦这个等离子场漂亮玉米蜘蛛的小蜘蛛已经被清光了 还要重新去囤 这里水人波浪形态上来以后并没有什么效果 这个时候对于水人来说最好的选择是变成骷髅王给锤子 给锤子配合自己的队友去杀人 这个是他目前最理想的一个参团方式 其他人没有特别值得他去变的 他变成电棍的话也没什么效果 变成骷髅王给一个锤 作为一个主动技能的话 收益应该是比较高的 尤其是带空 当然变成电棍去给这个满级的等离子场 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有关人说刚来以后我们怎么BP 对面三大哥都不怕电棍 因为他们是一抢的电棍 BP的顺序你一定要先弄清楚了 因为我们之说目前经济8800 骷髅王有6200 这样比赛骷髅王的出装走的是裸灰药 直接去裸灰药 根本就点击手不做 尽早的去拥有一个清理对方 这个小蜘蛛的一个能力 PPT这波被雷小八和外队两个人过来围死以后 看看下楼这波对于防卫塔的进攻 目前对方的经济大量都是攥在玉母蜘蛛手上 但是玉母蜘蛛现在正面团是打不了的 他没有BKB的情况下冲不上去 自己的队友一个比一个穷 所以他现在正面团是ehome的一个优势 讲道理的话 就是尽可能现在不要被对方的玉母蜘蛛单杀 只要不被单杀 就是抱团去推塔打团战 他们都不虚 对方这个阵容是以点控为主 全队没有团控 全队一个团控没有 一定要说能够称得上这个团控的效果的话 可能女王25级吼带恐惧 这个算是一个小团控 但是其他人是零团控的一个阵容 ehome这个阵容呢 看似是没有团控 但是骷髅王这个重生的减速 复魂加杜姆双大加骷髅王双锤 这个都算是在这个团战当中 有一定效果的技能 这场比赛的ehome比较容易翻车的点 是在对方的这个骷髅 欲蜘蛛这里找到一个 外队的天安摩克直接秒了 这个地方复魂给上 两个人 女王的这个大招给的不错 三人全中啊 这里女王一个吼 先找心情 心情这里还差一下 这个女王是上不去了 被骷髅王死了以后减速 没跟上去 心情减回一条命啊 没有被毒死了 这个地方妖精也是教教自己的大招 最后人头是被水人拿到这儿弹头 水人摸了形态过来以后 一个力量的遍体攻击 打断小巴的TP 女王一个吼 最后人头Ace拿到双杀 这个就坏了 这个一下就坏菜了 因为水人的经济原本是崩盘的一个经济 他这一波拿到双杀以后 经济直接是来到了全场第三的一个位置 这一波团战 以后我们是打成了一波四换一 被对方一个小歪换掉了自己四个人 只有电棍因为没有来 所以是没有死 其他的队友全都死光了 看看这个位置是面对一个幻象啊 一个幻象过来以后电棍是吸力一下攻击力 然后还给了一个幻影之用 不过幻影之用这个技能倒是无所谓 这个正面团这波没打好 真的我刚要说就是 这场比赛 这个NIP想要打赢团战的核心 刚说了一个幻母之珠 我还没说完这个幻母之珠找后排去切 在有了BKB以后 结果没想到还没说完那句话 就被切死了一个天安莫克 而且还是在没有BKB的情况下 主要刚才天安莫克的位置不太好 天安莫克的位置是为了站在这个高地上面 给自己的队友提供一个视野 结果第一个过来的是一个幻影之珠 直接把自己给秒了 这个时候NIP开始给ehome去施加压力了 地图上目前在下路带现的反而变成了一天安莫克 现在上路集结了四个人 对方是三个人已经到达了上路 还有两个人在哪儿上路赶 这个地方呢用蜘蛛没有开出来自己的BKB 开BKB开大挠的是小八的末日 这个好像有点硬吧 他挠这个人 这个互乱支援员用自己的一个大招 加上小歪的技能 加上蛇帮上的合击 差一点点把这个妖精弄死 再铺一个网 神圣波浪形态进来以后 没找到妖精跑了 漂亮 漂亮漂亮漂亮 这个位置nice 这个就是蜘蛛网视野被砍了以后 nice 这样比赛现在双方人都数来到了11比7 暂时NIP领先着3000经济 这个不可怕 可怕的是现在以后没有点出不去门 骷髅王现在身上已经是有了一个灰药 但是由于他刚才一击大招已经交过一次了 所以这波没有大 差一点点被对方完成击杀 这波要是骷髅王死了的话 就有点难受了 孕母蜘蛛这个阶段不好秒 他他等级太高了 他19分钟18级 目前场上除了他以外 别人连15级都没有 他18级这个孕母蜘蛛 血量太高了 2000多的血 这里末日给到了女王身上 骷髅孕母蜘蛛 开始BKB冲上来 直接找430 这里天阿莫克一个命运之笔 直接把小骷髅小孕母蜘蛛就全清了 这里一口吐死 正面战场这个位置女王还没有死 而且水人也赶到了战场 这样啊妖精的这条命可以交吗 这里女王一个大出来 直接打掉骷髅王这条命 带着孕母蜘蛛这有点尴尬 再被小8直接冲脸 看看妖精过来后 直接给上一个羊 孕母蜘蛛再扑一个网 往回跑 这个命运之笔差一点点吧 33带走 没能杀掉33 这波是变成了一个 霍兰之缘和电棍的一换一 没有买活 霍兰之缘跟电棍一换一 电棍这波团战也是吸引了对方 孕母蜘蛛一个9秒的BKB 结果全都输出在自己身上 队友的掩护也算是比较成功 其实这波的天阿默克 挣了不少钱应该 天阿默克这刚才的 这一个命运之笔 不知道打死多少个小时多 大家注意一下天阿默克的 这个补刀术 现在天阿默克身上有87个挣末 这个咱们国内的观众 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说这个后期的问题 现在的这个游戏的比赛节奏 其实从好几年前就开始 就是大家不要想着说 我这个阵容后期无敌 后期随便打 因为现在如果你前期绷不住 中期打不过 那很久没有后期了 他不是说你后期的阵容厉害不厉害的问题 而是说你中期能不能 你能不能到后期 这个是这个现在比赛的一个核心 你像这场比赛 如果说你中期绷不住的话 那就会变成一个对方的小歪蛇蚌 加上玉母之珠 加水人的这种推进 无解的一个推进 那直接就破你高地了 你稍有不慎的话 被对方在外面抓一两个人 直接就是破路 所以这个问题是 后期有没有 有没有后期是核心 现在女王 这个位置 阿托斯 哎呦 这个阿托斯 慢了一丁点 这个阿托斯的弹道速度减慢 你看这个就能看出 阿托斯的弹道速度减慢的一个影响 这个如果是以前的阿托斯的话就冲 这场比赛 问题在于对方除了这个玉母之珠以外 还有一个水人 水人这个英雄 是一个装备成长性非常好的英雄 女王的装备成长性虽然不好 但是女王的爆发真的高 就是女王在没有装备的情况下 他一波团战一样轻轻松松打个四五千伤害 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这个四五千的伤害 就只要我找好位置放一个好大就就有了 好一掌子放个好大随便给个独标 就可以了 哎有没有暴击 漂亮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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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水人有点拖大 自己的血量太低了 也提前开启转属性 波浪形态先溜一波 这个水人这波有点浪 正常情况 这个游戏已经打到了22分钟的情况下 水人应该是在自己的身上保留有1200点血量 会比较合理 啊这里破雾了 破雾了以后 哎呦 这一个命运质比 这一个命运质比要多少个捕刀 看看提阿摩克的捕刀已经115个了 快赶上末日了 这辆比赛后期对于我们来说的核心是复魂双大 对于对方的一个战略的威慑 不一定非得说我一定要能打得出来 因为这个不好打出来 但是有这个威慑 感谢陈叔叔的办卡和品强品强专家的办卡 看了这里 哎呦天阿摩克这一波 阿摩克这个位置被描以后 现在打钱空间有一点差呀 葫芦王是在外边带得很开心 但是自己的队友没有地儿刷钱 尤其是电棍的经济增长 现在很成问题 而对方的水人和这个女王 现在也都是在做自己的 一件一件的核心装在往外掏 女王的林肯已经马上做出来了 水人的林肯也快做出来了 约母之珠在出完了 散尸加强 这个BKB以后 选择出的是一个大勋章 然后开始做强席 感谢品强专家的第二张办卡 还是大叔直播间和谐 官方直播间已经开始骂娘了 咱们的直播间就是 没有那么暴力 就是利器的利 利器没有那么重 因为利器重的都被封了 这个地方直接一个羊 还差一点没死 这里小八没死 这个命运之笔又救人了 这样比赛这个命运之笔确实是厉害 看后来这羊这里睡一下 对方骷髅王 队友没有低时间给解 给上一个坏影之笔 430还在追 给一个命运之笔 追小Y 小Y被打死 这里小八是一个死血 开BKB 成功的逃生 没有死 这波对方的一波主动进攻 但是没有成功 而且交掉了一个小Y 这波杀一波小Y的话 也算是挺赚的吧 打断一下对方的一个进攻节奏 还可以顺势尝试推件塔 但是这波稍微要注意一点 的是对方的运母之珠 还没有开BKB啊 而你的这个末日 现在是已经是没有BKB了 哎 这里先手找到 看看杜姆给上 但是对方已经开出来了BKB 杜姆又稍微慢了一点点 A4这里变成了电棍 给一个等离子场 减一下对方集体的团体的速度 看看女王 直接给上一个猴 给上一个猴 一个毒标 然后直接一个BKB开溜 想掩护PPT 但是PPT移速确实太低了 这个以后 突然的一波爆团进攻 还是效果相当的不错 反杀了对方的小Y以后呢 顺势过来就推了一下对方的塔 而且是杜姆及时的 把打招给到运母之珠身上 电棍也是配合上一个吸攻击力 把这个运母之珠作战能力完全清零 那么这波算打的效果不错 不过水蛇现在的林肯 如果出来了的话 就稍微有点恶心了 女王的林肯已经做出来了 水蛇的林肯也快出了 他说这局ehome的翻盘点是啥 这局ehome的翻盘点是 完美的复魂双大 复魂加杜姆完美的双大 然后再加上这个 对方的发塔 这个发塔 众所周知 现在也不算是新党员了 发塔已经是个老党员了 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党员了 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去 这个发信号了 对方的双大 对方的双大 现在双方战斗数是差三个 4000的经济差 玉姆蜘蛛目前的经济领先优势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可怕了 而且他下一件装备准备做强棋 他不做林肯的话也就意味着这个杜姆的大招仍然是可以甩给这个玉姆蜘蛛 当然他现在的最好的目标还是甩给对面的这个水人如果有机会的 在女王没开大之前甩给女王也不错 水人已经林肯了 水人林肯加女王林肯 这个现在双林肯 双林肯对于NIP来说的话也不是进攻发起的一个时间 以后目前还是有很长的一个发育的时间的 空间虽然差了点 但是时间还可以 这波的开户我看见女王了 女王走不掉了吗 哎呀 这个稍微慢了一丁点 还是被女王的一个不令格直接逃掉了 可惜了 这个位置如果能杀一波女王的话 又可以延缓对方很长的一个进攻时间 水人员 酷的过程中 都不会再炫进攻击 我说了 我说不能为我 轻轻人员 什么 我说的 几桧灵啊 我说了 我说的 看下这波 运木猪猪开BKB 上来直接找8 但是8刀也开启了BKB 骷髅王也开启了BKB 杜姆给到这个运木猪猪身上 这关过来以后 复魂拉住了发达 这是个机会 这里睡一下 睡一下 发达能能走得掉 发达一个不定格走一下 A4这里变成了电棍 给一个等离子场 再上来给输出的时候 好像已经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 骷髅王在人群当中复活 但是第二条命 直接被小Y拉住以后带走 这个时候正面战场 双方都是缺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斗力 女王开始往前追 一个毒标给到430身上 430现在大招还在持续的时间之内 这里水人波浪形态 配合小Y两个人秒掉了心强 女王一个大打出来 430吸攻击力 可是水人这时候变成了430 两个人现在开始呼吸 两个人开始呼吸 那么这个位置应该是要死了 430 最后被A4的水人追上来 完成击杀 还剩下一个末日 末日这里还在跟女王两个人在勾心斗角 看女王这个地方 我去这个秀的 女王这个地方就是用一个 不利一个躲开了对方的延刃 然后成功的让水人一个波浪形态 收掉了对方的末日 这样人头水来到一个17比2 这波是打上了一波四荒二 天安莫克没死 挣了810块钱 但是对方的水人挣了1000 水人挣了1000 水人的经济现在已经15600了 阿伦佳我真是我招谁惹谁了 那个你刚才被禁言的那个是 Nightboat是我自动的那个 一个机器人 一个机器人 他是因为你发的那个里边 就是可能带的符号过多了 他判定你是一个群发的 那个我回头找个机会调整一下 回头找个机会调整一下 现在我现在先把这个网页打开吧 打开然后我去设置一下 好吧 现在双方的一个比分和经济差 其实差距并不大 而且现在经济差 其实是在逐步的在缩小 因为末日这个点 还是经济增长的比较快 这网顽三打完了以后呢 由于是一个双倍的水人 再加运之猪 打的速度稍微有一点点快 他说迪士尼没点编身能回来吗 好像不行 如果没记错还不行 他说再多加点好玩的指令 我回头试试看 我回头试试看 因为这个编指令这个事儿也挺不容易的 这波又是天安摩克在去对方家里面 应该是想要去插眼 这个过程当中被击杀掉 看看 骷髅王这个位置 感觉好像队友来不及救啊 来得及 小艾被反杀了 小艾被反杀了以后 妖精非常果断的一个BKBTP 但是被PPT拉住了 这个地方PPT有点要被这个小骷髅 咬死的一个意思 看看妖精起来以后 直接选择是一个 哎呦 这个被阿托斯没有BKB了 那妖精没了 妖精这一波是没有能够活下来 他的反应其实很快 他依靠着这个小骷髅 迅速的去秒掉了对方的一个小歪 而且他在天赋上面选择的 应该是小骷髅的这个数量和攻击力 所以刚才的这一波 骷髅王的输出 其实非常高 他在自己醒来的一瞬间 一个锤给到这个小牌身上 以后把骷髅兵招出来 小牌几乎是被顺秒 而且他剩余的小骷髅 瞄着这个霍乱支援的一顿输出以后 霍乱支援也是被迫睡了一下自己 如果没有这个睡的话 霍乱支援也要死 可惜的就是自己的BKBTP 被对方霍乱支援给拉住了 可惜 欲母之珠现在身上是一个强袭 加上大勋章 减甲非常非常的高 BKB散尸 一身的纯物理装 25G天赋 选择是加了450点小蜘蛛的生命值 也是让对方的这个 天阿莫克不是那么容易去秒掉 而且他选择是加了小蜘蛛的攻击力 和小蜘蛛的生命值 这样的话 他的所有的输出都是集中在 靠自己的小蜘蛛上 小蜘蛛的这个攻击力 一旦起来的话很吓人的 这个位置一轮合接 然后被对方踩住 漂亮 这时候小蜘蛛有点追不上去了 转身开始咬小巴 开BKB往回跑 自己的小蜘蛛已经被清光了 小蜘蛛被清光以后 这电棍再过来 再去占一点便宜 那这样的小蜘蛛全没 小蜘蛛全没了以后 这个高地的近战兵营 还差了一点点血 他们不拆了 不拆了 不拆了 这个镜头 上一次看到这个 剩了一丝血的近战兵营 不拆的镜头是RNG 也就是在这一届比赛的小组赛里面 RNG出现了这样的一场情况 那场比赛最后RNG是输掉了比赛 看看这场比赛 NIP会不会重蹈覆辙 电棍现在 冰眼了 这个水尔已经 而且这场比赛 水尔没事就变个电棍 然后给个等力滋场 吸着攻击力 没滋滋 林肯分身冰眼 加上一个 吸血面具 夹腿 还有复活盾 现在复活盾的时间 应该还有个一分多钟 不出意外的话 还有一分半钟 因为我们之后这场比赛 现在开始不停地 囤自己小蜘蛛的数量 确实这场比赛 它的小蜘蛛数量足够多的话 很厉害的 因为小蜘蛛的攻击力 初始攻击力是很低的 非常非常的低 但是它选择加了 30点小蜘蛛攻击力的话 等于 随便一个小蜘蛛的攻击力 就可以达到40多 如果队友有个光环的话 就可以达到差不多50点 这个攻击力 而它的小蜘蛛的数量 随便攒上个 三 二三十个 三四十个吧 随便攒上三四十个 是非常轻松的 一轮的合击伤害 可以超过1000 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数字 其实 这里开始拆对方上路的圣坛 拆掉上路圣坛以后 这里再接着囤小蜘蛛 这个小蜘蛛的数量囤起来以后 一号我们这边酱油的压力 确实是有点大 看看这个位置 过来流了一下妖精 流了一下妖精 水人波浪形态上来 拿冰眼开始流 女王这个位置被发现了 复魂双大 给上 有点亮 这波复魂双大 给上有点亮 但是玉母蜘蛛 现在怎么办 第一时间发大 已经被秒了 发大果然 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党员了 这波发大被秒以后呢 三三也是要被对方给留住 这里选择是一个高台TP 但是对方在高台上面有眼 漂亮 这波直接打死了发大 加上玉母蜘蛛 加上小歪三个人 那么这样比赛 按照这个节奏下来的话 IP IP要翻车了哟 发塔探雷了 发塔探雷了 火王 这一部猪猪 这波选择是买活 你看这堆小骷髅 你看这堆小骷髅 这堆小骷髅 输出很吓人的 而且这波小骷髅也是有重生的 这小骷髅重生起来 给不了多少钱 看球大叔别奶了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NIP从大家上路没有拆掉高地禁战兵营 这个动作开始 他们比赛的节奏就已经不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了 小歪这边在做一仗 现在NIP如果想要赢得比赛的胜利的话 就是靠一手小歪的A仗刷新 加刷新球碎片三大招 当然他现在A仗还没做出来 刷新球的意识班科就没有了 刷新球碎片加上A仗双大的话 也算是一个翻盘点 但是小歪目前等级稍微有点低 小歪现在只有20级 天赋上面还没有能够加出来 全手守卫的攻击次数 以及50全手守卫攻击力的机会 如果能加出来这些东西的话 这样比赛小歪是有翻盘能力的 其他人差点意思 这块Doom已经拿到了自己的A仗 骷髅王现在身上的装备也是跳刀 BKB灰耀强袭加上晕锤 骷髅王的装备已经起飞了 电锅的装备现在已经是有拉托斯加BKB加羊刀 这场比赛按照现在的这个阶段来说的话 一号米已经是拥有了一个比较大的翻盘的机会 史尔这个英雄虽然说是强无敌 但是有发他呀 对吧 有发他在 只要发他他还在 我们就不用担心 一切尽在掌握 关注说Doom有必要出A吗 Doom出了A仗的话 他在正面战场现在没有人去杀他 他的A仗效果还是很厉害 这场比赛的游戏节奏往后拖的话 就会变成一个女王除飞到25级 女王除飞到25级 否则女王的这个存在感会非常低 这里A4直接被定住 然后这里留住以后 看一下女王 这A4已经转出来好多的血量了 那么先找一下后排的一个PPT PPT这个位置大招已经用过了 被骷髅王直接捶死 杜姆大招也是给到了水人身上 小Y这里拉住骷髅王 骷髅王的第一条命可以先交一下 发达的女王 在前排击杀掉了外队以后 又是吸引了一波对方的输出 这里骷髅王第二条命站起来以后 非常快速的一个跳刀直接开溜 对方这边还想追 阿多斯定一手 但是小Y现在没法给拉 小Y没法给拉的话 这个给上了 没有人过来打断 那这样的话骷髅王第二条命要交 第二条命交掉以后 骷髅王死有14秒 有买活 那对方这波应该是破不了落地的 这波团战发达 你这个表现不对呀 因为我们知道这波团战 打了4400的输出 女王打了3600 你是一个 这个女王不对呀 这个女王这波是没有选择 去中路推高地 逼对方的骷髅王买活 而选择下来去拆一塔了 可以可以可以 刚才第一时间 那个位置小Y是没法给拉的 那个位置如果他给拉的话 这个拉比克是可以救的 但是拉比克又往后跑了好远 就是阿斯发现了一个在高坛上的野怪 野怪表示 只要我站着不动 我的颜色 我身体的颜色就不会被你发现 这个女王 女王25级了呀 女王好像吃了 磕了个经验书 磕了个经验书25级了 痛苦尖叫1.25秒悬晕了 小Y也是21级了 他没有选择去加这个蛇蚌的攻击次数 选择加的是加索的持续时间 跳刀以太加上A杖 下一个装备做微光 这个控制时间着实有一点点长 女王25级 不对呀 这个我们 我们要依靠发他呀 这发他不给力呀 这场比赛 我们要想 我们要想办法赶紧给发他 发了号啊 你这个 你不能 你不能三年之后又三年 三年之后又三年 三个三年过去 十年了呀 十年了你就叛变了吗 被交车淫逸的生活惯坏了吗 这不行啊 这个 还不是你奶的 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咱们还有发他 好吧 咱们还有发他 小Y现在是没有杀心 他们的杀心选择给到女王身上 女王这块 哎 女王的刷圆球碎片 现在是放到了包里边 又刚刚拿出来 看看复魂双大在哪 复魂双大在哪 这块直接偷到了一个魔爪 秒掉一个以后 女王在旁边欧毙 女王在旁边欧毙 然后这个地方过来 找一下对方的末日 开着BKP打了半天 然后发现一点输出都没有 看到正面战场 然后随时这个地方再变回自己的形态来后 被一个命运之笔减速 再波浪形态走一波 女王这个 这波团战女王的这个OB还是非常nice的 第一时间玉母之珠被秒 霍兰之圆被秒 而且刚才这波是偷到了一个霍兰之圆的拉 非常关键 随时这波也被带走 肉身盾交掉 女王这个时候跑去中路断兵了 女王跑去断兵线了 女王这个时候跑去断兵线 以后又回来 感觉这个兵线好像没得可断了 然后过来我一定要把我这条命交在正面战场 看看这个A4的水神现在还没有死啊 小Y拉住一个 但是现在伤害不够 伤害不够 A4这开溜 萨克萨的小Y直接被带走 这波小Y肯定是死了 这个跑不掉的 阿托斯定一手冰墙跟上来 漂亮 最后这波团战的一个结果呢 是一后面这边玩枪的一个一换三 应该是 一换三加上水神的肉身盾也打掉了 一换三加一个盾 经济方面一下拉平 只不过就是女王这波非常机智的跑去断了一波兵线 然后没有让AIP这边 没有让这个一后面有机会直接去中路破高 运木之珠也没有买活 小白也没有买活 电棍的这把杨刀还是有用啊 天安魔克身上是绿杖加上一个飞光披风 末日A杖兵甲BKB跳刀 骷髅王现在大云锤也有了 拉比克这边已经开始出A杖了 跳刀推推以太 然后再做A杖 A杖马上出 刚才偷到的那一波非常宝贵的这个 偷了一波非常宝贵的这个互联之间的拉 确实是有点厉害 杀金球末日 这场比赛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赢了 看了女王 发达的女王 这个位置被人看到了 直接举起来 阿托斯定住 漂亮 扬刀扬住 那这样看女王他摸了 嘿嘿 嘿嘿 下路高地直接过来平推 那么 刚一下这里小八直接冲上来 骷髅王在这美滋滋 骷髅居然拉住了末日 这个末日队友能不能救下来 能不能救下来 末日没救下来 女王这个大招只打到了一个末日 然后再往前追 这块骷髅王应该是要交第一条命 第二条命队友能不能来得及去救 现在是个问题 复魂给上了以后 这帮人并不打算走 430选择BKB直接TP回家 但是骷髅王走不掉了 骷髅王被对方小歪的一个拉 这个控制时间实在是长对点可怕 那么这样的话 女王的这波买活是配合自己的队友 团战零换三 而且杀掉了末日和骷髅王两个人 再加上这波团战 女王的买活倒是亏了不少钱 不过好在是 女王这波最终还是亏了1657 他的买活花费有点太贵了 确实 再加上这波好像他们一个人头都没拿着 水仁完成了一个双杀 现在水仁的经济是有3万块 骷髅王26400 看一下这里中路 中路这高地塔拆掉以后 买活的只有一个天下莫克 骷髅王和末日两个人都没有买 那么这样NIP冲上高地去强拆的话 对于一号我们来说 确实是有点不太好处理 毕竟现在正面是一个5打3 而且没有末日的大 没有骷髅王的往前面顶 哎呦这个位置 赶紧给上一个微光加各种莲花 就一手 但是中路的高地 这个地方还是被破掉 而且没有复魂加双末日大招的威胁的话 430这个位置 末日已经活了 看到末日活了以后 这波NIP的回撤是真的果断 这个地方他们应该也知道 如果我强杀你的电棍 把你电棍杀了 而自己的人被末日留住的话 那么结果就是电棍买活追出来 然后自己被打一波团灭 而现在游戏打到这个阶段 刚才那一波女王已经买活过了 剩下的4个队友虽然都有买活 但如果被电棍追出来 又是一波惨败 所以没有选择去强追 破掉了这一路高地心满意足的撤退 NIP这些人确实执行力也是相当的强 真心的防管 把主播封一点 谢谢 二流解说漏人头 一流解说看人头 大叔解说控人头 控人头 可爱情 二流解说 二流解说这个 二流解说解说局势 一流解说预估局势 大叔解说控制局势 是吗 看看这波的开悟 这波开悟PPT要送吗 这个位置 PPT送了 这个位置救不下来的 他肯定要被秒 他肯定要被秒 那么这个时候 小巴往前冲一下 杜姆大招 给到玉米蜘蛛身上 水人冲上来 玉米蜘蛛给上一个副魂 走不掉 玉米蜘蛛直接给了 赶紧买活 TP圣坛 这个时候由于以后没有圣坛 这个末日已经死了 水人追出来 430要被打死 这个时候被对方偷了一个 什么好像没什么卵用的技能 然后Ace追过来 再击杀掉一个天安莫克 那么这样的话 骷髅王两条命 也全要给这个跑不掉的 骷髅王这个第二条命 无论如何跑不掉的 对方这个能追他的人 实在是太多了 霍兰坛大招都一直没有放 霍兰坛买活过来 以后给大招钻住 那么这样的话 应该是可以GG了 这波就GG了 这波GG了 因为骷髅王没有买活 电棍虽然买活了 拉比克买活 但是对方五个人全在 其实这一波团战的问题在哪 这波团战的核心 就是双方打出来 这样的一个差距的核心 在于圣坛 因为Ehome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拆掉对方的高地塔 所以导致对方是有上路圣坛 而己方没有 所以两边支援的这个速度 就是买活支援速度 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再加上团战的位置 选择离对方圣坛很近的一个地方 你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就跟对方开团的结果 就是自己的人没有办法行中支援 而对方的人是可以支援到位的 只剩一个最后的430 毅力在自己紧剩的一个卖牙塔前 被对方击杀掉 Ehome也是打出了GG 这样的话 第一场比赛Ehome惜败给了NIP 其实在游戏的中期 还是有很长时间 有机会去把这个比赛的局势 给翻过来了 但是NIP最终 还是顶住了对方的压力 拿下了比赛 能看得出来 在最后一波团战的时候 Ehome其实气势上是很到位的 而且第一时间秒掉了 对方的霍乱支援 但是由于离对方的盛坛 实在是太近 这波团战 就是最后一波团 讲道理 讲道理 最后一波团 Ehome已经把自己能够做到的 所有事情全都做到了 他们第一时间 杀掉了对方的霍乱支援 然后紧接着 击杀掉了对方的一个用蜘蛛 但无奈的是 离对方盛坛太近 对方这两个人死了以后 你已经交了足够多的技能 然后对面一波疯狂的买活 直接回来反打 这个就没办法了 还是在买活和盛坛方面 前七八的坑 最后一波团战 积累到最后一波团战 爆发出来了 好吧 那么这样吧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桑老大师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 别忘了收藏订阅的频道 咱们稍后休息 一会带来ehome对战NIP 胜方总决赛 BO5的第二场比赛 咱们下场比赛见 感谢各位 好 我跟你说